前往我們開始 我會想先開始 提到地上我們集中 是當地區和共產黨人士 包括地區的馬斯克、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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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鴨鴨鴨鴨 在開始之前 我想說一個土地超越 我們身處在海外薩利亞人的明國洋領土上 包括有馬斯克 馬斯琴族、史哥維之族 Skromish 和伊里華圖族 所未各樣的佳儀上進行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是李美寶 是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主席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在1989年六四同城事件之後成立 我們的宗旨就是倡導和推進民主自由和法治 在過去33年裏面 我們沒有間鑽過 為六四的死難者 安排燭光晚會 還有在33年裏面 我們這麼多年都有幫一些易見人士 還有有一些手足在香港 可以在加拿大找溫哥華 安居 沒有開始一些正式的嚴肅問題之前 我想做一些小小的satistic 看看各位在哪裡來的 或者是你來了多久 你舉一舉就可以了 你不用說什麼細節的 來了40年以上的 麻煩你舉一舉手 說都挺多的 30年呢 全部都是老華僑來的 20年呢 差不多了 10年 5年 1年 新移民 你還沒出生的 還沒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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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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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 幾個 還有我做多一個訪問 就是你怎麼知道我們今天的活動 如果你在Facebook看的 麻煩你舉舉手 我們給Message E-mail你的 我們的E-mail也有用 Instagram Instagram 現在很多社交媒體 真是 哈哈 OK Twitter 我們很跟得上潮流的 我們都有很多社交媒體的channel 出的 OK 多謝 我們今晚 我們是將會播放兩套的 721的紀錄片 這樣 除了紀錄片之外 我們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請兩位很重要的嘉賓 跟我們一起討論 用他們不同的角度去看721的問題 以及這幾套紀錄片的問題 我現在是要介紹兩位我們的講者 第一位就是 鍾教授來了 鍾教授來了 日總來了 OK 我現在看不到的聲音 鍾建華教授就是 他很辛苦 現在那邊三點鐘 他在中神祖 在延遲 臨 真的很多謝他 這次 我想我現在都眼瞎了 他在香港民意研究所社會民主觀察項目的名譽總監 也是前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 多謝你 鍾教授 在我們現場 就有羅恩惠資深的傳媒人 也是堅實的訪問的導演 我們叫他做羅導演 人權新聞獎的評審 我們為甚麼 我們為甚麼 我們今天在721去搞這個活動 而今天大家很多人都要上班 為甚麼我們還要上班的時候 還要你們這麼貧民的成員化 馬上走來呢 就是我們覺得721那個 是應該在721那天做 所以我們每次做721都在那天做 我們希望帶給大家的訊息就是 蒙蒙721為正義求真相 因為721發生的事 這麽多年裏面 我想我們大家都在心裏感受 是很無奈 是沒有結果的一件事 是不可以有公義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希望將真相 是繼續流傳下去 是給我們的下一代 希望721真的可以有平凡的一人 或者很 briefly 我想大家都知道721是甚麼 但我也很簡單的說過 說到721是甚麼 是2019年7月21日 有一群多過一百人的三學會成員 香港元朗 用鐵棍或者藤條去追打一些平民 無差別的追打 然後他就轉去第二個場地 去到元朗的西鐵站 去集一些剛剛由示威回來的老人家 兒童或者是參加者 我想最重心的就是 警察直接關上門 是對於那些求救的市民置諸不利 這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 警示就是說 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制度去了哪裏呢 直至到今年的6月 警方已經拘捕了66人 17人是控暴動罪 其中一個呢 就是被控的就是林卓廷 他根本就是進去 是想幫助一些人 或者是脫膠 而有一個原告變成一個病告 所以這件事呢 我們看到很多蒙的市民 平民身心都受到傷害 而721間跌或者極跌 都影響到我們2019年的修例 就是民主運動 或者我請兩位嘉賓 講一講他對721的感覺 或者我們待會兒做的那一齣戲 是721尋願 那齣戲對他有什麼感覺 或者用什麼角度 我們應該看這齣紀錄片 或者我請羅和你講一講 這個角度 講一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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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一下 聲音清楚嗎 OK 我以前也是溫哥話人 955-00 我在這裡 所以如果今天有這麼多老華僑 我們可能以前在社區裡有些接觸 很開心能夠回來這個場地 就是和大家分享 香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今天是三周年 三周年的情況 跌到什麼地步呢 香港只有一份報紙 做721的整合 信報 只有一份報紙 一份都其他的媒體 已經不當這是一件事 那份報紙就是《述報》 宣報其實做了什麼呢 就是去問警方一些更新的數字 過去九個月 警方沒有再拘捕任何人 三周年 總共拘捕了66人 10人是白衣人 被控暴動 串謀有意圖傷人罪 我們稍後會看的片 是《721》沉原 是兩周年的時候 本來的鏗槍集團隊 不容於港台 他們將他們的工作 移施去《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 沒多久就倒閉了 負責採訪的記者 蔡玉玲 因為查冊被告的 刑舌罪 很控動 採訪的人要扶上刑責 隨時要坐牢 這就是香港的處境 越做得好的越危險 第一年大家群情洶湧 大家會記得《誰主身相》 當時的報導 第二年就是 待會我們要看這條片 待會看這條片是非常重要的 為何我們到第三年想拿這條片出來呢 我會建議大家留意幾個位置 由開初的時候 在721之前倒數 《經濟日報》的石鏡泉 是一個高層 然後他會在大會上 叫大家拿藤條 拿鐵通 在元朗打仔 公然的 然後他這個發言 令到900個前《經濟日報》的員工 一起抗議 他辭職 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 現在回去繼續他本來的工作 一點事都沒有 這樣圈焰暴力的人 一點問題都沒有 稍後看到片段 大家會留意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的部長 叫做李繼賢 他在香辛的典禮上 要求大家捍衛元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然後大家會去看一個點 就是風中微塵的微博 警掃 警掃是我們叫警察配偶的叫法 他這個微博在7月18日 就開始號召大家出來 得元朗得天下 這個片是用數據來做採訪的 即是根據數據來做採訪 追訪去源頭 記者做了工作 有時會覺得有點厭惡性 沒有人喜歡做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閉路電視各樣東西很辛苦 用放大機逐格看 這個團隊用了很長時間 看了六十條片 找到三百多個白衣人 二百多個拿著武器打人 全部定格 拿了樣子 平時記者做這些工作 為了什麼呢 警察不做事 記者做 提供證據 證據提供了 沒有後果 但是這個工作已經做了 所以我們很希望大家今天 雖然三周年 我們回頭看看這條片 在網上 同一個團隊 他們今年做了一條短片 叫做《七二一未完的案》 現在肯站出來說話的 當事人不夠十個 一個姓蘇的廚師 路過被人打到 她是開花的 一個是和她太太在西鐵站路過 然後看到有女記者被人打 她就從老虎蟹衝出去 她和兩三個人衝出去 她就用身體擋住那個記者 她其實完全不知道 那個是何桂蘭 她戴著頭盔 她弟弟是一個記者 她買的頭盔本來是買給她弟弟的 她當時戴著 如果不是有頭盔 她應該去了深切治療部 何桂蘭也是 她就幫她擋 最恐怖的是 用垃圾桶上面的鐵蓋 蓋在她的頭上 整個人中爆裂 這個人還願意站出來 第二個建養 第三個是一個提供 閉路電視的店舖東主 她不敢建養 她要離開香港 不過她也要說話 她說如果個個都不說話 整件事就淹沒了 這個團隊就經歷了很多挫折 沒有平台出街 沒有團隊可演 但是他們用了兩個晚上 在網上做了幾個採訪 有些熱血的剪接 仍然要剪好片 這條片是短片 負責的記者也很苦心 以前拍完的東西 放在網上 大概有過百萬的點擊 搬到立場新聞 可能有幾十萬的點擊 這個短片 連平台也沒有 大家想想如何傳播 不敢問問題 不敢再追那些鄉親 不敢問問題 記者不敢問問題 那是不是記者 但是他們也過不了自己良心的關 都要再問幾個說話的人 這個是三周年 就是一份報紙 順報去問警方 你究竟抓了多少人 香港已經騙了號聲 甚至在這裡 要放映這樣的一場 我們認為是香港歷史 很正常 看香港歷史發生什麼事 主辦方也是有壓力的 我站出來也有壓力的 我聽到主辦方說 去找場地 他們找一些學校 學校回應他們說 放這樣的影片 會不會對他們的員工和學生 造成危險 這不是溫哥話 即是我們的國安法 和那種恐懼的效應 可以是放大很多倍的 正常我們在這個自由之地 我們去看關乎我們關心的歷史 應該是很自由 無論是在教會 在社區中心 應該是很容易的 但是找這樣的場地 昨天我看到他們演唱會的時候 很淪貝 因為這不是溫之聯的強項 他們在街頭是喊咪的 他們在六四的場合 上次六四集會 有三千五百人 他們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馬上就做了很多周章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些掌聲 我們主辦 謝謝 謝謝你們 周章建華教授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常常在公民社會發聲 不像老虎 他剛剛去了英國 也讓大家很放心 因為是危險的 他很熟悉這個事件 別多謝他 現在凌晨三月幾日 他頂住也要跟我們分享 請周教授稍微介紹一下這條片 然後我們再去片 去片回來我們再說 好嗎? 大家可以說 各位加拿大方面的朋友 你好 多謝大妹今天邀請我來 我真的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剛才駱導演已經說了一件事到現在的進展 我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長期都在香港生活 我在香港生活了超過60年 雖然在殖民地時代有很多令人批評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不能不承認 在我有知之年 十幾歲開始對社會有觀察 有認知的時候 香港社會都是越來越進步的 進步的意思就是我們在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人權保障 法治可能都是進步的 我們當然知道社會上很壞分子 我自己都是在屋邨長大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警察 香港政府是無論如何都好 基本上都是以保護大國人市民作為一個主要的目標 我可以這麼說的 到了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就不單止721 事實上已經出現了不止一次 有一些所謂江湖勢力的人物去幫政府做一些政府要做的事 就是 比如說最早的 大家記得 2012年 13年 2013年當年的特首在天取圍 有一個居民答問大會 那當時 當時的特首的聲望就馬地了 結果就有些人去示威 當時是有一些 有一個大家都公認的了 在元朗區出名的 江湖大佬 就帶著他的門生 去到天取圍居民大會的現場外面呢 就表明是會為這個 當時的特首維持連罪 跟著他那些門生包括那些金毛那些呢 就是追打在場的示威人士 而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在場是有警察的 但是警察是袖手 大部分都是袖手旁觀 就算最後 挖開了一個打人的那個人 都是叫他走開的 沒有採取一方拘捕行動 那這個第一次 跟著在2014年的預承運動呢 就不止一次了 在旺角 在同學環 都不止一次出現了一些江湖國會人物 有組織去到現場是勾打 或者恐嚇那些示威者 又或者是 那到721這次呢 就更加離譜了 在721前 大概10天 剛才劉導演說了 公聯辦新計部的主管 李繼二 去到18香港示威議會的做職禮道 發掘一番講話 這番講話呢 實際上是一個對江湖世家 鄉克世的動員令來的 叫他們不要讓他們進來 不可以讓他們進來 一寸都不可以塞這樣 跟著就出現了 剛才劉導演講到的 風中微塵 那個所謂得天下的宣傳 那這個就是整件事的內容 說明到721當晚 我自己也是當時住在元朗的 其實當日在下午 大概四五點鐘左右 已經有很多的片 看到這百人在那邊走 長看情況大家看片就知道了 但是我可以這麼說 晚上十多 百人兩步衝進這個元朗站 幾百人是打 剛才主持人說打那些是示威回去元朗的人士 其實部分都不是示威人士來的 其中包括有孕婦 有普通路過的市民 有那位在元朗工作的床司 他們打的 基本上是無差別 無區別的勾打 根本就是一種恐怖襲擊式的勾打 而且在事後 你看到這幾年的發展 政府施錦爾拘捕了幾個底人 有七個人 好像是被控罪 但是對於有照片 有賣名 被點了名的人 竟然是到今天安然無恙 這個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剛才羅導演講到 當時進去現場 希望調適事件的林卓廷 林卓廷議員 最後被檢控暴動罪 現在還在監獄 其實當時在元朗 元朗有兩位立法會議員 除了林卓廷議員之外 另外就是 就是 有位在元朗區 大家都知道他了 就是有一位建制派的律師議員 他是在那些暴徒中間 他就是何君堯 在暴徒中間 跟那些暴徒握手 說他們是英雄 何君堯議員到今天 繼續當他的議員 他在背後有明顯的串連協調角色 這件事可以這麼說是幾十年來 我在香港生活這麼久 沒見過這麼嚴重的 也是很明目張膽的 是有一些江湖勢力幫政府所謂執行 去懲戒那些示威人士 而警方竟然是遲到 拉閘 幾萬個電話沒人聽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嚴重的事件 所以我希望海外的朋友 我們身處海外 教香港人安全 香港人現在連討論這件事都不行 亦都沒有報章去做相關專輯 即德國信報 我希望海外的香港人可以繼續管著一種關懷香港的心 繼續關心這件事 多謝大家 721元朗襲擊事件兩週年 過去的連龍場已經空白一片 只剩下每個月的21號 有大批警員駐守 香港人也是沒有忘記721這件事 純粹可能形式上不同了 不是在牆上 而是在心裡面 我們最想知道的 不是誰打我 我最想知道是為什麼會打 後面是誰策劃 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他們吹得很厲害 說得元朗得天下 整件事都是為了守護元朗 守護自己的家園 被迫還手 這個就是真相 721兩週年 事件由最初公認的白衣人襲擊市民 變成建制所說 有暴徒帶人入元朗 掀起雙方衝突 究竟721是怎麼發生的呢 白衣人背後有沒有組織呢 德元朗 德天下這個消息又是怎麼來呢 《立場新聞》翻查當日的閉路電視和網絡片段 分析互聯網歷史數據 追尋新線索 做廚師的蘇先生 2019年7月21日 晚上9點多下班的時候 在元朗鳳遊北街 被一群白衣人用藤條襲擊 一年後 警方才安排認人手續 蘇先生兩次都認不到 為何要隔了一年才找我認人呢 一年了 我什麼記憶都沖淡了 不會認得人 我自己試過去找一些線索 找一些資料 朝著方向就是因為 當時721之前 是有一個叫做遊行仔 圍著元朗妖牆一周 其實主題跟他之後721襲擊都很相似 都是白色衣服 可能拿一些藤條的東西 根據鳳遊北街商戶提供的閉路電視片段 721當日 下午6點多開始 有白衣人聚集和派口罩 直至8點多 更開始有大批白衣人聚集 其中一支閉路電視拍到 3分鐘內 有大約200名白衣人走過 差不多8點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型遊行 他們二、三十人 拿著保衛元朗、保衛家園的標語和驅奇遊行 發現了另一個建制派人士 叫李碧兒 是一個叫做珍惜群組的召集人 蘇先生說自己在連登討論區出帖 討論這個線索 誰知有網民留言說有條片聽到李碧兒喊咪 而畫面見到一個男人身上戴著守護香港的狗冊牌 閉路電視也見到這個男人曾經和一大班白衣人一齊出入 這個人原來和另一張照片在酒樓上拿著藤條拍照 是很像的 守護香港的狗冊牌 我一看 記得早前有一個叫做守護香港的集會 是一班親政府人士 舉行的集會在天馬公園 你這些就最容易令人聯想到 原來好像所有事情都有關係 在7月20號 守護香港大聯盟搞的撐警集會上 石鏡泉敢說 家裡有彈跳 拿彈跳出來 拿點長彈跳的 打仔 家裡沒有彈跳 那怎麼辦呢 我們都去這個五金店 買一條20mm的水合通 我們要來就是教仔 石鏡泉之後撤回言論和自協 表示不贊成任何暴力 並且事前對721襲擊 毫不知情 守護香港大聯盟回覆我們說 在721沒有舉行任何活動 又說 守護香港致養 在2019年的時候 黑暴分子都有使用 叫我們問黑暴分子 為什麼要策動當晚的暴亂 我們訪問到721白衣人襲擊前 這個牌我都有 保安那天在天馬公園 做一個大型活動 做一個大型活動 那天是學律師搞的 那天是學律師搞的 守護香港大聯盟 記住了 這個牌我都有份做斗策 我們訪問到721白衣人襲擊前 在遊行帶頭的李璧儀 他說當日遊行是元朗一班街坊自發搞 和守護香港大聯盟 或者其他建制組織都沒有關係 這陣子不關的時候 所以說 也沒有必要怪毒 那我不知為何他會掛在這裏 我不知道 大家倫理 當日來講 他幫忙控制秩序 都不奇怪的 721那晚 我們就整班約在這裏 我們就貼環額在這裏貼 那些物資就放在這裏 我見到他們就是預備了一些藤條 我已經預備了藤條 但你看到對方那些武器又脫子又成的 他們被迫守衛家園 而你們說他們黑社會 你不進來哪裡有這樣的事 所以這次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其實看回網上 以前網上的資料 得元朗得天后 嚇死人了 李璧兒說 721前夕 網上流傳得元朗得天下的圖 他們知道有人要入元朗光復 所以才集合出來守衛元朗 他之前就刻意放大這些字 所以令人說真的 我都很擔心 因為那個poster 和他們這樣吹發 這裏整條街全部白白白白 李璧兒這個說法 和監警會去年發表的專題報告一樣 報告賦以連登討論區 這張寸土不失 得元朗得天下的圖片 指網上開始呼籲人參加7月21日 在元朗舉行的公眾集會 抗議7月16日 在元朗奉遊北街舉行的 反修例運動放映會 遭人滋擾 《立場新聞》 透過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 社交媒體數據庫分析 查證核實這個說法 因為這件事是公眾事件 現在這種方法 基本上都應該可以算是包含所有 最主要的一些公眾的社交媒體平台 所以用這個方法去找到最早的 或者傳播過程 其實都已經是相當有過程 這個社交媒體數據庫 可以搜索香港討論區 連登、高登等多個討論區 以及超過10萬個較多人關注的微博帳戶 以及數以千計的Facebook專頁 IG帳戶、Telegram頻道發布的內容 但是就不包括私人通訊和群組 記者用關鍵字 圓朗和報告的富逃亦向搜尋 我們發現 在7月16日 圓朗放映會之後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爭論光復圓朗 但是都沒有提出在7月21日進行 也都沒有文宣 主流聲音就說 先集中721港島區遊行 直至7月18日下午1點左右 一個叫風中微塵的微博帳戶 發布了721元朗集會消息 和德元朗、德天下的圖片 是在數據庫裏第一次出現 圖片和監警會報告那張 一模一樣 在風中微塵發貼後20分鐘 有網民在Facebook愛港行動、保衛香港運動 這些建制公開群組發布同一幅圖 又加上元朗一眾香辛恭候里門的圖 而在風中微塵發貼後大約一小時 連登討論區才第一次出現這張 德元朗、德天下的圖 但是內容是澄清721入元朗是謠言 之後在連登討論區出現這幅圖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澄清這個謠言 和監警會報告說 連登討論區用這張圖 來呼籲人參加元朗集會 並不相符 至於這幅圖第一次出現在Telegram頻道的時間 已經是當日三點半之後 上面已經加上假消息的字眼 根據現在我們找到的東西 其實在公眾領域找到的 其實更加多的就是一些澄清的消息 就是當日去說那個動員那張海報是假的 也都不是真實有一個這樣的動員的情況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那麼在報告裡面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我們向監警會查詢 報告的內容會否涉及錯誤資訊 監警會正是口頭答覆說 專題報告是根據當時搜集的資料讚寫而成 他們沒有補充 在資料庫中最早貼出這幅 德元朗、德天下圖的風中微塵 曾經接受新華社訪問 是一名警嫂 微博是風中微塵 作為一個警嫂 我覺得是有責任為他們發聲的 他不時幫內地網民向警員轉贈為物物資 我們在微博向他查詢 未有回應 直到報告播出後8天 他回覆說他都是在網上看到圖 然後轉發提醒居民小心 並不是第一個發表 質疑我們是冤枉了他 不過事隔兩年 他已經不記得在公開或私人的平台中看到照片 而他說寫大家要準備好土特產 招呼這些龜孫子 並不是動員或煽報 只是有示威者稱呼元朗居民牛屎佬 他才這樣說 而節目播出後一晚 有傳媒引述權威消息 只在風中微塵出貼一小時前 圖片在一個叫公海總谷2.0 求助討論情報交流區中已經出現 這個Telegram群組 現在已經找不到 無從確認 但是個名類似群組 就要求成員必須先加入 在研究裡不繼續公眾社交媒體 或是公共領域中的動員 所以沒有涵蓋在數據庫裡 傅景華強調 今次研究主要是指出連登討論區 有關721入元朗的消息 大多數屬澄清性質 而非動員 質疑監警報告的內容不全面 我認為在報告裡不夠全面 可能會影響很多其他人 對於當日發生的事的判斷 包括了可能在法庭裡 如果引用到監警會的報告 去作為法庭裡的判斷 那就更加的影響會更加深遠 吳山居的判決有沒有信心 事實上 監警會報告的說法 已經一度出現在白衣人暴動案的開案陳詞 控方指716放映會後 網上有人呼籲721入元朗 引起721事件 被法官質疑後 才承認和案件沒有關聯 而刪除有關內容 翻查716放映會當晚網上片段 見到有戴著口罩的人 和參加放映會的市民 互罵推撞 警方接報到場後分隔雙方 仍然有人揮拳驅趕參加放映會的市民 我們發現 這個戴著白帽的黑衣男士 和721當晚有份陪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和人握手的黃四川非常相似 黃四川曾經做過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競選義工 閉路電視見到 當晚8時 他和李璧儀一起帶領遊行 之後 他陪何君堯和人握手 又送他離開 近11點 白衣人入西鐵車廂襲擊市民之後 黃四川在月台拍手 麻煩 請問黃四川先生是不是在 我們上門找不到他 之後就打到電話給他 在716放映會衝突前5天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繼兒 在18鄉鄉委會就職典禮上 有這番講話 我相信這幾個月應該也給大家做充分的準備 也不會讓他們來到元朗搞事 台上包括當日就職的18鄉鄉委會主席程振明 721當晚的閉路電視見到 程振明和18鄉鄉委會前主席梁福元 在當晚7時多出現過在鳳遊北街一帶 出現過在鳳遊北街一帶 梁福元在10時40分左右開車離開 另外平山鄉委會前主席曾樹和 在當晚7時多出現過在鳳遊北街 之後又見他和街上的白衣人搭肩膊 近9時半見到他和十幾個白衣人一起 其中有人手持調助物體 我們由幾個消息確認 曾樹和和梁福元 都出席過7月11日的18鄉鄉委會就職典禮 我們嘗試接觸他們 我們說是不要再在那裡拍 不要再錄 我們不要以為以前就知道該怎樣 梁福元先生我們是記者 可否問你幾句 梁福元先生我們是記者 我誤問你幾句 梁福元先生我們是記者 你叫我們去那裡做什麼 走出去 還走出去 我們之後打電話給他 他說對兩年前的事 也沒有印象 程振明這樣回覆我們 我們想問一下那晚你有沒有參加雞地的集會 那次的集會是何君堯去搞 都不是我們去綠鄉搞的 所以你們那天完全沒有參與 是的 我還想請教 我們向婆君堯查詢 她一直未有回覆 至於曾樹和 我們去到她家留下了訪問邀請信 她之後在電話這樣回覆我們 我們想問你那天是否去參加雞地的集會 沒有事沒有事 無可奉告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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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們一路一亂一路這麼多嘴 我只要對付你們這兩個東西 蘇先生和林婆婆 都是721襲擊事件的傷者 林婆婆當晚在西鐵站混亂期間跌傷 膝頭要換人工關節 家人向銀行借了十多萬手術費 她亦患上創傷後遺症 精神科醫生都和我減了少許藥 但最近自己又失眠 精神科醫生說我們無理責償 無理 我真的沒想過她說我們無理 她這句話說我們無理責償 她們總共九名傷者去年入品 向警務處索償約300萬元 指警方在721襲擊案上無理行職責保護市民 導致多名無辜市民受傷 不過兩年後的今日 另一日品人林卓廷已經撤回索償 代表她們的何俊仁律師又入獄 所以她們倆都決定放棄 還有什麼途徑呢 有權利的人當她不做事 我們這些無權無勢 就算我有更多的說法 更多的證據 就算有天我真的找到誰插謀721 有什麼人在裏面 立法也是她 執法也是她 然後她一句話不做 不拘捕 都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不要再提 不要再說 差不多做到好像 你不就當作做一場夢 你不就當沒有發生過 當那件事在夢中發生 有什麼事在說法 你不就當作為心太貽 你不就當作為心太貽 發生過心太貽 母親太貽 して呂寶 來到また weer 他們看要是從那姿子 我 confession 在這段時間我們想請羅導演跟我們分析一下 用他的角度、燈文從業員的角度 用拍紀錄片的角度去看一看我們這段影片 現在我的心情很不適合 好 太太 謝謝 我怕教授可以對上去 請問有多少朋友看過這段影片 可能有一半 但隔了一段時間再看 是否記憶再回來 再跟著時局的變化 是否會有更深刻的一種感受 如果你覺得警方看完這段影片是否開心 特區政府是否開心 中聯辦是否開心 你去問那些問題是否應該記者去追訪 例如兩個這樣受傷的市民 要去到不敢殺償 因為幫他們的意願都在監獄 在這樣的處境 其實這樣的採訪有什麼問題 這段影片已經下架了 因為大家知道《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 所有的東西已經消失了 但一個採訪就沒有了 有一群有心人是back up的 但不齊 這段影片下架了 但如果大家去搜尋二一尋願 是找不到的 我們先想要決定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她的觀看數是多少 但她的觀看數是多少 少到這樣的 即是說消失的速度和狀況 是比大家的立法成長更快 這段影片是人權新聞獎的紀錄片大獎 我們去評審的時候 有很激烈的討論 今年的情況是少許多 讓大家理解後面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 人權新聞獎是1996年有的 當時有外國記者會 還有香港記者會 還有國際特赦組織 就要看著香港的狀況來評估 是要和世界的人權宣言掛勾的 如果是差的話 她的作品或者狀況 可能不會倒入 這段影片很明顯 進來的時候是一個很 outstanding的作品 但評審也有壓力 到現在除了歐加倫被知道是評審之外 評審是沒有人站出來的 即是連做一個正常的新聞行業的評審 是沒有評審站出來表示我是評審 除了我 還有一個是歐加倫 歐加倫因為被人拘捕了 拘捕了之後還被人侮辱 就知道她是評審之一 我稍後再跟大家解釋 我們對這段影片的評審是 她是一個天顏色調查 記者詳細分析了六十段 長達十四小時的影像 她仔細的程度 好像影像鑑證 科學 方法科學有據 錯綜複雜 瞬間即逝的影像 變成了有力的證據 訴說真相 在公順事件裡的影像很重要 相信會是日後的經典參考 做了所有事情 但這段影片最後是不獲獎的 是大家看不到的 因為後面要整件事推倒了 關於新聞的部分 我想留待稍後給大家看第二段影片 因為第二段影片反而反而是 是在美國電線上拍攝的 她訪問了很重要的當事人 包括柳仲剛 包括韓桂林幾個人 然後她把黑社會的有學者來做分享 那段影片是在再早前做的 但我們反過來的時序 大家會更加深入 對於黑社會的運作更加清楚 但我想宗教授再說一點 我們先去另一段影片 讓大家的進度可以留上一點 多幾個小時 好 大家看過這段影片 我想我們也順應回剛才劉淑儀說的 從這段影片裡面 有幾點事實相當清楚的 第一 第一就是說 我自己其實住在元朗區當時 其實七二一當日 在元朗區並沒有任何 有人 沒有任何組織的示威遊行活動 當日元朗是沒有事的 基本上 那為什麼 就是 那位 就是 那位 那位女士 就是有份陪有何根堯 她跟握手那個女士 她說那些人帶著這些鐵錘的東西進去 這樣 這個也沒有任何畫面 證明到這個說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所謂得元朗得天下 寸土不塞 這種說法 全部都是在七月十一日 中聯辦 就是新界部主管李嘉宜先生 去到十八鄉鄉市委員會 發了所謂的動員令 叫大家保衛元朗 寸土不塞 講完之後幾天 就有這個就是得元朗得天下 寸土不塞 這類這樣的消息 其實不是任何有組織的 所謂關注組織 示威人士所發起的 是由一個警署 一個親建制的警署發起的 那就是說 這件事本身 所謂的有人進去元朗搞事 其實是 鄉市勢力 偏造出來的 而偏決出來 是回應著 李繼兒 就是中聯辦主任 在七月十一日 公開廣話的 那這個事件來說 這個很清楚 而當日在元朗區 就是大概都是在 下午接近黃昏時候 我當時在自己家裡 我是收到一些網上的訊息 看到人們在元朗區巡遊 跟著說元朗會不會有事 叫我們留意一下 然後 我大概六點多到七點多到八點的時間 我自己打了三次電話 嘗試去打999 要求警方留意 但是有两次是没通的 有一次就没通了 但是只是说了几句 就条线就掉了 而且当晚是有几万个电话打进去 都是有类似的一些结果 那就是说 其实当日元朗有这么多白衣人出现 而大家看到在他们打人之前 那些出席过7月18号 18号乡市委员会典礼那些乡人 全部在里面有声 全部都先后在打人之前 在他们集合地点出现过 握过手拍过肩膀 而他们当然在攻击事件之后 他不会在元朗集出现了 已经走了 但是他们在动员过程里面 组织过程里面 还有那些人准备过程里面 全部是有练过身的 而这帮人呢 到今天仍然安然无恙 一些事都没有 事后 警监会做了报告 刚才都已经看到了 他引用了一些 由 刚才我所说的 是那些警嫂啊 和那些亲建制人士 回应李继仪的说话 而发出一些虚假消息 但是监警会呢 竟然当是真的 甚至放在他们的报告里面 就作为对721事件的报告 监警会很明显 是跟这个政府打笼通 是做一个报告出来 希望把这件事淡化 而现在这位警务署一哥 刚才看到他了 肖宅仪 他说他们的表现有落差 但是希望大家向前看 但是这件事 是一件原案来的 很多人还在被监控中 有人因为这样 现在还在坐牢 拘留住的 而那些有份打人的 大部分还是萧缴法外的 有份组织的 基本上现在还是继续做他开箱身的 何君尧继续做他的议员的 这件事是没过去的 但是肖宅仪说 大家向前看有落差 这个不是落差 这边是事实上很明显的失职 两个警员见到人打架 他转身就走 这边是警署 拉扎 不让人报警 几万个电话没有回应 当晚警方迟了38分钟 他后来就调整了 说迟了十几分钟 但实际上最多的说法 就是迟了38分钟到场 到场之后 先是有两个警员 接受港台记者访问 一个就说 我迟到了吗 我不知道啊 另一个呢 就带队去到天水 就是元朗站对面的南边围村 当时是搜过一些白衣人的车的 在车里面 是找到一些水喉通啊 或者其他东西性武器的 但是那位 警司呢就会说 他没有见到人握着东西性武器 当然没有握着啦 在车里面 但是没有见到人握着 跟着又说 穿白衣服就打人 然后 然后 连身份证都没有抄下 就被那些衣车 和那些发衣人离开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警监会 警察 特区政府事后不用说了 所做的事 所以我觉得已经有充分证据说明 根据这段片 整件事根本就是建制派 跟那些事件 那之前都会说明 可能是真的 在看之后 DO 我让 那些事情 又是 变成 这个事情 也就是 這個過程不要讓政府現在鋪天蓋地的扭曲和宣傳誤導了我們 我暫時講這麼多 好不好? 謝謝你 總共 我們現在播了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美國做的 《Hong Kong Organized Prime Society's Open Secrets First Documentary》 我們回來再做一些詳細的討論和分析 可以去影片 《Hong Kong Organized Prime》 對我來說黑社會是一種都市傳算 因為我住的社區是沒有這回事 《Hong Kong Organized Prime》 《Hong Kong Organized Prime》 甚至是你不能看到他們 但他們是一部分人的事 警方被營造了 為了延遇的回應 後來一遇到警方的群組 不論是在原來的 在原來的警方 是沒有看到任何警察 基本上元朗的鄉村的政治人物 都有黑社會的連繫或背景 這是公開的秘密 聽叫團體 難聽的就是暴力解決問題 這一場有一些疑似 是由政府勢力支持的黑勢力 去襲擊無差別地襲擊市民 一般市民 你看我是Granath Hall 我是何桂蘭,今年29歲 當時我是一個網上媒體記者 中國政府一直都很想 透過一個表面上是民主 事實上是不民主的立法會選舉 它製作了一個假象 跟全世界說 香港人可以投票選自己的代表 香港有一定程度的民主 他們不是受壓榨的 基本上我們的選舉跟伊朗沒有分別 後來,讓 everyone 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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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力 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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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血 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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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挑戰國家的主權 觸碰一國兩制這個底線 而且傷害民族感情 所以對我來說,民主運動其實是一個求生的本能 所以,這場示威又很特別是721 其實就是揭露了這個爭域 其實就是揭露了這個爭域 香港人,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的人身安全 其實從來都是沒有保障的 當時其實在7月21日 在上環也是中聯辦的所在地 有一個非常大益的示威 但是在我還沒有出門的時候 已經看到網上流傳的一段片段 就是有一位廚師在下的下方 有一位廚師在下方公開 在下方公開的一段片段 但是在我還沒出門的時候 已經看到網上流傳的一段片段 就是有一位廚師在下班的時候 在下班的時候 一個叫做雞地的地方 然後各位廚師是被人用藤條 打到整個背部都是傷痕 那我就說 跟公司說 好不好我去元朗看一看嗎 當時可能我和很多香港人 都還是很天真地覺得 地鐵站這些地方 不會有衝突發生 市場仍是有一些 市民是不知道的情況 但我當時應該站在這個位置 就做直播 剛好有一位穿上我衣服的人 就從那裡移過來 打雜誌內的人 他在那個位置發現了我 然後就開始打我 有一位我本身認識的朋友 加拉利歐 他本身在雜誌內 他看到我被人 他又出來想拉我走 保護完記者後就一口血了 然後就知道人中委爆了 即是這裡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街坊 市民、女生 穿著白衣服的市民 圍在一起 是圍偶的 當時市民都離開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遇到第二次的襲擊 回家的市民 當時並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抗爭、示威、遊行 在元朗發生 這場是一場 白衣人 單方面掀起的無差別恐怖襲擊 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感覺到有些人的衣著 和行為比較像黑社會 即是真的有戴金鏈 或者手臂有紋身 或者一些…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黑社會都是愛國的 我覺得國家勢力 很喜歡用一些追查到來歷不明 你無法保持他們的勢力 去整治一些反對的聲音 我會覺得這些疑似黑勢力 其實是國家權力的延伸 一種很嚴重的一面 是使用不平衡的黑社會 沒辦法 一中國公司 能否認同這個問題 他們沒有聽到這個問題 是黑社會的 我們身上較為 所謂的 O NGC 我是學生理論文化 在西州長的國際化 從西州長的國際化 學院學院學院 我專門教育 我專門教育 在世界上 是所有的女性 在世界上 學院學院學院 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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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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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會有這個的 是我爸爸留給我 都是一個偉物 紀念我爸爸 我小時候看見我爸爸 雖然我小時候已經知道 我爸爸是這個圈子的人 我又不覺得他是所不捨 壞人那些 但是跟現在的相差很遠 一旦你成為TRAC的組織 你會有到TRAC的網絡 而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道路 為了解社會財產 為了解或不正確的商業 那是為何 有很多人想參與TRAC的社會 因為他們想享受 那種獨立資源的資源 那些通常都是讀書的學生 那他們那些為何會進入的 基本上都是怕事 怕被人搞 被人欺負 最早期是 只不過因為勞工階層 而組成的一個組織團體 到後期開始 就暴力成分就開始多了 就而是一個 賺食和暴力的組織 剛才經過花園街 他們每天都要開檔 他們每天都會收這個 自然是要交給核社會的 他們是會 各式形式都會有處置花式的 搞亂他的檔口 搞到他的檔口開不成 然後好像有貨在這裡 整理他的貨 就像那些 在黑社會方面 基本上他們是日夜顛倒的 日後他們會去睡覺 晚上會去開工做的 我們那個區 在小時候的年代 即是90年代 我以前年代 其實不是太平安寧的 有很多不同的同黨 黑社會 非禮 這些案件是有的 這些事情是我們 從小到大 在身邊會發生的事 但是有很清楚的界線 你不主動去插手 或者他不主動插手 大家的生活是會有交集的 香港的黑社會 在過去幾十年 不斷的演變 就是越來越地下化 因為透過在90年代開始不斷的打擊 最最最最主力就是要打擊他的新入樂園 讓他賺不到錢 自然會不會做的 黑社會其實就是派罪分子 想要什麼呢 錢 他們基本上的關係 建基於利益 以前的清清到底 可能有很久之前 在現階段的黑社會 是已經無道而可言的 只會有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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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階段的黑社會 Praa Society 是通過了 一步 從一般的 雖然判斷 他們會隨意 去公開財政策 政府會從網上 去公開財政策 或是在奴階段 或是怎麼會 自己、公開財政策 或公開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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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企業 開始有份 商場 融化 會有特别的 像市場 興益的 或是 小老公 所以從這場 企業 我建議 在教學 在聽說 是有點 into the legitimate sphere of Hong Kong that's become more dangerous I'm Szy, I'm Szyo E. I'm 70 years old. Will the future be the future for Hong Kong? Because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s growing and is growing and is growing,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s growing. We have to be growing in Hong Kong. We must be growing in Hong Kong.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新界主要是一個農村的社會 與中國內地的農村社會沒有分別 所以這個緣故在新界所行的管理 都與九龍和市區有所不同 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會看到非常多利益的糾結 香港人很熟悉的說話叫官商響客 官是政府、商人 可能是大地產商 鄉是特指有原居民特權的鄉民 而黑就是潛藏在社會中的力量 其實這四股勢力是互相勾結在一起 將這些這麼漂亮的鄉郊土地 變成商品 變成他們賺錢的工具 所以那裡是說億億聲的來往 那跟示威有什麼關係呢 demonstrators say the sudden violence is coming from triads or 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s cooperating with the Hong Kong law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disrupt the protest 我們就是看到中聯辦用他的勢力 用他的政治上的權力 用金錢等等 去扶植這些代理人 去幫助他們打入鄉事系統裡面 但是這次 我們會看到 似乎面對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說清楚 到底是中聯辦還是政府還是什麼人 但是似乎他們是可以調動到 這一幫鄉事的勢力出來 幫他們一起去對付示威者 也都不會讓他們來到元朗搞事 我們請有一幫 理解的 這麼幾個 是這個人 真是去搜過編分 去擲村頭 擲鐵支 但是還有我們一幫堅定的 有勇氣的 保護安寧 守護我們家庭的元朗的居民 而在很快幾天的情況之內 已經組織可以拿到幾百條藤條 不是普通人的藤條 是粗藤條 有雙鋼豬的藤條 派發去各個鄉委會 這些這麼快的組織行為 其實你不會期望 香港的鄉委會他們會做到 他們的工作一直很慢 當香港出現兩極化的政治爭拗的時候 會動用黑社會 我覺得政權不斷試探 如何利用黑社會的行為 若然你說是 警察完全是無法介入的 我真的不相信 黑社會和政府的關係 都是建基於警察那邊 若然不是經警察這個渠道 搭條的 政府都不會介入到 香港的黑社會這邊 警察和黑幫的交往 我們當然是去抓他們 我們是去打擊他們 很多時候 在抓之前 可能我們會接觸一些線人 他們可能也有些黑社會背景 很多人不以為我們跟他們有很好的關係 其實呢 在警隊裡面其實是有不同的單位 去專注做這個犯黑的工作 就算你一個是在街上巡邏的警察 也要收集情報 每一單這些壞蘋果都嚴重 而警員去做黑社會工作的時候 也要有一個很完善的制度去審查 確認他是一個適合的人員 去做一些犯黑工作 我們是絕對不會容忍這件事的 警察和黑社會 他們都要取得平衡 所以很多時候 若然如果是黑社會 暗淨那邊 他們的平衡失去的話 警察會介入 但是若然是沒有失去平衡 警察基本上是不會處理的 那其實 CID也好 重案也好 基本上他們不要斷連這樣計 總之某段時間 他們都要有一個數目 是代表他們有做事 有抓救人 而黑社會那邊 他們就會把最低層的那些 就放出來 就供應被警察那邊來抓 所以這個就可以簡稱交數了 721這件事是把很多不同的東西 好像橙皮一樣一層層 終於剝開了 看到裡面的橙皮 那個心是爛了 大家終於看到 那個 香港 那個美好的表皮 沒有了 我們不能夠說阿里白衣 我們不能只殺人 那些穿白衣 我們會相對相對相對 相對相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所謂的維穩控制手段 控制香港的黑社會 他們本身應該就不想發生到這樣的地步 而是他們已經做到 連他們自己都控制不到的地步 舊那團的黑球是不會打雷人的 只是這樣跟現在的黑社會 一個鮮明的對比 他們不是很英雄 他們是欺凌藥 小恥強凌藥 幸好 鼓仔 說到保家為國 就可以隨便拿鐵通 甚至我們最近asi流ków 看到有刀出來襲擊人 跟保養維族無關 新界保養維族 當我們的族群受到危害 激受傾身而出 現在這些不是對原居民的權益 是沒有受影響 在政治上的取態 我們看到這種鄉市和警察的合流 我們也看到政府和鄉市的合流 他們坐大之後 不是說給他們多少地建樓 那麼簡單 而是說這股勢力 如果可以為政權所用的時候 真的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受到威脅 不可以回頭 信任已經完全被破壞 但是其實你對比一下 他們整治示威者的辦案的速度 提堂的速度 審訊的速度 還有現在元朗這件案件 有清晰的人性物證 有清晰的現場紀錄 還要是沒有刪斷過的現場紀錄 我們只看到那件案 不斷地被拖延 也有很多人可以保證出來 我相信自由公論 人們會有更加的事 今天是明天天天 我自身時的公正被拖延 現在發生幾天 所以這件案件是 大家是最多的在香港工作 請你們 可能會上課你們的快樂 加油… 因為這幾天 近七二一、七十年 比較多的報道出現 因為早幾天有一圈報道 是關於警察和當日的傷者 認人程序有一些問題 當不同的媒體議員 其實都可以認出 可以認出那群白衣人是誰 甚至,難聽說 網上討論區的人 都能找到是誰打誰 名字又有,地址又有的時候 為何警察會找不到呢 警察會找不到 警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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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vill開 我沒有名字 你只為我們是這樣 我們不能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香港是一個 七、八萬人的城市 但我們正面對一個 國力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 大家每次說起721 就是說鄉黑有多可怕 白衣人有多慈慕忌憚 警察有多壞 但是我一直覺得 這件事令我最震撼的 是那些見到這麼惡劣的環境 就算自己手無傳鐵 都要衝出去打算幫忙的那些香港人 我們在哪裡求助呢 沒有地方求助 我們只有自己去處理 唯有在家裡盡量淡化這件事 因為小朋友也很小 當時他只有四歲和兩歲 兩個小朋友 他們都不明白是甚麼原因 我只可以說爸爸受了傷 不過沒事的 盡量令到他們不要有恐懼 只不過是這樣 亦還未能跟他們說清楚 事件背後的故事 所以現在香港的情況是 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 或是幾個世代的香港人 都會在這樣的環境中 掙扎求全當中 你不要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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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傷害 你沒辦法復元 你可不可以至少拿公道 萬一 純領 這件事 很重要 我們要打他 Dat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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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地方非常重要 為了保護大利益的興趣 所以想想想 如果他們做了一些對政府 他們會很可能 他們會危險他們的公司 他們會危險他們 被警察被判斷 你認為他們會這樣做嗎 當然不是 抗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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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好 看完這段片就覺得香港那個人性或者人心的絕對這麼大 唉 不知道怎麼說 我先給鍾教授講 他們怎麼分析香港的局勢或者人性的人心的轉變 鍾教授請你跟我們分析一下 好的 就多謝大家 第二段片很明顯就跟第一段片不同的角度 講到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的特別 怎樣去動員黑社會 江湖勢力或者鄉黑勢力 去作為政府權力的延伸 其實這裡呢 如果講得遠一點 我們很記得香港在剛才的片段也講過 90年代當香港的警隊逐步專業化 貪污問題因為在廉治風署打擊下已經逐步 就是在警察內部已經比較少發生的情況下 當時香港警隊是很用力地去打擊黑社會運動的 所以在90年代之後呢 香港的黑社會慢慢轉向地下化 這個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香港也有很多賺到錢的就轉做政行 所以香港現在有很多茶餐廳啊 酒樓啊 集團啊 其實都是有江湖貝景的人開的 但是他們轉政行 不再他那鬼騙 九屍販毒 那都是好啊 是吧 但是呢 其實中共呢 在香港的主權回歸之後呢 很快就想收編這些所謂的鄉事勢力 和這個鄉黑勢力 所以呢 就對於鄉議局 對於鄉事委員會 對於鄉郊的幫會 其實就開始進行很多聯絡和籠絡工作了 所以剛才你看到那段影片 那位中聯辦的主任去到鄉康公事委員會的 那個習近平裡面說 寸土不塞 不要讓他進來 其實這些就是一向以來他們做的事情 而新界人在香港很特別的 就是有一種說法就是 新界人和鄉議局的原居民 就是一路都是一種敲燭幹的政治 敲燭幹就是沒什麼好處 在八十年代初 香港主權問題提出之後呢 最初期的時候呢 鄉議局是有份要求 當時的港英政府 要盡力延續殖民地統治 到了後來很快 但是他們知道可能都是因為中聯 當時的新華社的工作 他們知道大小就是會收回的了 就開始一面倒地支持北京的收回香港了 因為北京也承諾了 將他們的利益寫在基本法裡面 所謂的新界人權利益不避侵犯 這一件事很有標誌性的 一九九二年 當時公安部長 陶事區 在北京接受傳媒訪問 相當重要是香港傳媒 他說了一番說話 這個意思呢 最後就變成縮一句 《黑社會也有愛國敵》 這句話很清楚 陶事區在2016年過世 他这个说话就是他作为公安局长 最令人记得的一句说话 无论如何说到,在港英年代 政府就算有些情侯需要利用一些善人 去拿情报或者了解帮帮活动之外 在专业化警队里面,基本上都和帮会尽量分开 特区政府呢,当时的民地政府 从来不会以任何方式肯定一些所谓帮会人物的行为 但是自从图书说了一句 黑社会也有爱国的 这个客观上就肯定了江湖势力 都是中国政府动员的一部分,这个是很清楚的 到了2001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 就将一个当年的大紫荆勋章 颁授给杨刚 杨刚是工联会的头头 在六七暴动的时候 曾经呼吁那些人去扔炸弹的 但是董建华在大家很多争议之下 竟然将香港作为香港最高的领导的荣誉 就给了这位呼吁过扔炸弹的 组织过暴乱的一些人 这也是另一个例子 另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印象中就是 大概都是 我不是在那一年 应该是2013、2014年左右 当时有一位香港电影明星 他叫陈慧敏 武打明星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谁 他是接受中国电视台的一个电视节目 叫老友记的节目访问 他在一个访问里面说了一番很有趣的说话 他说 他承认自己是 十四千的双方红绘 他承认过 又说到很多 明星都是有吸毒啊 都是黑社会来的啦 之类的 其中最有趣的说话是他这么说的 他说 现在香港的帮会呢 都是外国的 而且呢 都是听国家命令的 我说一试一下 他说的是 现在香港的帮会呢 都是外国的 而且都是听国家命令的 这个就是2014年 承认有14K 双方红统新闻的陈慧敏 在中国国内的一个电视台的节目里面呢 他说了一番说话 而电台节目介绍他的时候呢 就是介绍他是 出生是警察的江湖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陈慧敏在十几岁的时候呢 确实是加入了浴警做过警察 后来呢 就在浴警转了做这个 正式的 眼仔 就是警察 只不过呢 他做了几年警察之后呢 就被当时的警队呢 发觉他有江湖背景 那是将他辞退的 但是当时2014年 中国电视台对他的访问呢 就竟然以此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honor 一个系图来的 是江湖 从江湖走过来 就是从警察 过渡成为一个江湖人物 而他在2014年就说 香港的黑社会呢 都是外国人 听国家指挥的 大家可想而知了 这些就是历史背景 那么 刚才也说了 就是在 2012年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小桃源饭局 当时连这个 协助特首做选举的选举 就是选举团的召集人 罗范昭勋 他曾经做过廉政专员 但是他竟然出席一个 和江湖人物同台把酒言欢的一个聚会 是代表当时的特首 就是胜选的特首 在座的除了他之后 当然还有其他人 部分这些人后来做了大学的校董会成员 这些都是和江湖势力 坐在那里喝酒吃饭的那些人 好了跟着2013年刚才说了 就是竟然出现江湖大佬 事前 说得清清楚 我会去为这个 特首 认为持续罪 结果真是打人 而这位江湖人物 这位江湖大佬呢 在昨天第一段片 出现过的 他是在现场 和那些人拍摄头的 这位江湖大佬呢 在2013年打完人之后 就是打完人之后 不但只没事 他在几天之后 2013年的8月3号 他是他的专访呢 出现了在明报的头版 明报的头版 他说了一句说话 也成为了当日明报头版的其中一个标题 最希望见到流血 但是这位江湖大佬呢 不但没事 在2019年 721事件的时候呢 他就出现在现场 帮那些白衣人打气的 而他呢 也都继续 在政府的官地上面 用极便宜的租金 在政府在新界的官地上面呢 继续经营着他的车场生意 那这些也有一些很清楚的例子 2013年 他去维持秩序 他去换生打人 他没事 2014年 刚才说了 在旺角 在铜锣 不止一次 有江湖人物 就是去 勾打那些示威者 我说回一个很有趣的个人故事 2014年 平时 战略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曾经有一两个星期 学校 我有一些是理工教书 是停课的 停课之后 之后呢 就开始读课了 有一个学生呢 平时就比较多问题的 他坐在一角 不出 那个程序似乎很低 那我在 上堂的休息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什么事 原来呢 他在之前几天 去了旺角占领区 去坐 纯粹坐的 什么都没做过 那他就有 曾经是被那些江湖人物打了一身 就是在江湖人物出动打他的时候 他问了一句说话 我到现在很深刻记住 他说 我只是想争取民主 只是想香港变得好一点 你们这大人 竟然找黑社会打我 当年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呢 真的有点想客 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去静坐 去争取民主 去争取民主 他说 你这大人找黑社会打我 情绪低落 十分低 那 2014之后 那 就是占领度平息 那接着这几年大家看到 所以我同意刚才影片里面的一段说话 黑社会势力 创黑势力 已经成为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 权力的一种延伸 亦都是成为 中共管治香港的一种权力的延伸 而且 是由地底 走回上 走回上 走回上屏面 以前 就是90年代 还潜水 海航 撈正门生意 现在呢 用明目张胆 呼吁 那些人打人 响应 中联办主任的号召 光明正大地 去租政府的场地来做生意 呼应政府 或者中联办的号召 去维持秩序 中国的 当然 就是 我们在香港的 香港实在 如果我们想要 逼 我们想要 駛東鐵或駛西鐵 回到元朗的普通居民 你看到這片子的了 有人婦 有學生 有廚師 有普通的居民 整件事根本是編造出來的故事 接著要請警察怎麼處理呢 他們還要怎麼處理呢 我覺得 去歷史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兩片之後 記住 當香港人不可以說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海外繼續說 我們要保存歷史的真相 希望不要遺忘 多謝大家 就是黑白邊島 或者林隊員有些事要補充 很沉重 有這樣的機會在這裏說 似乎都是一個這麼清晰的字 我們看回說721這件事 警方是怎麼處理的呢 我想將那些資訊和大家重溫一下 2019年12月這件事過了幾個月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卓說721是由一班人的示威者 是引入元朗而牽引而成的 他在說這番言論的時候 2019年12月 記得香港很空洞 因為生氣得不得了 這個詞也說得出口 當時幾個月 他說的那個牽引就是林卓平 其實他是被打的 他是進來的 而且有一個證人是保護何桂蘭 打到人中爆裂的記者 他就是跟那個車進去 然後林卓平還在他之後 所以不可能林卓平是大班人進去 牽引了那個事 過了一年之後 警方怎樣screen呢 警方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的高級警司 叫陳天柱 他就說721不是無差別的襲擊 直播片段影著一面令人悔 雙方的對視是勢軍力敵和旗鼓相當的 警員和白衣人搏頭 實在是喝令白衣人離開的 本來一直都承認39分鐘才離開 記不記得這個光頭神探 多囂張 後來他就改一個version 他說不是 說錯了其實是18分鐘的 我們可以開始去很多醫療 我們開始去思考 為何這個version會改成這樣 以及為何會對那個支援班黑幫 去到這個地步 以及為何會對那個支援班黑幫 去到這個地步 向黑勢力 警察的表現 對那個民主運動的影響 就是警察的表現 在公檢發全面信任 警察的表現 在公檢發全面信任 警察的表現 就是律政斯顛倒黑白的選擇性檢控 現在兩百多個市民人拍得很清楚 握著攻擊性武器 全一個人都沒有抓過 法庭是由指定的法官來審判 大家如果看香港的消息 看法庭的新聞會很激氣 最近的新聞 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中槍的健仔 中槍的健仔 困了兩年 然後國安警將他在一台電影搬出來 從來都拍不到那些反應 拍三十分鐘又不拍 然後就全部 現在香港 除了明報 幾乎沒有報紙可以看的 全部大家看報紙攤上 全部清一色 就是一個黑暴 躲在兩面 長頭髮 然後說他暴動 他是中槍的人 大家想像一下 現在法庭的消息是怎樣的 破壞社會道德公義的底線 眾目睽睽有計劃組織有預謀行空 毫不掩飾 事後不停的實況扭覆事實 公然挑戰人所共知的事實 試圖以公權力來鎮壓良知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狀況 剛才中教授說了很多關於中共的狀況 包括途四區的名言 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我也想回頭說一下中共的點 為什麼它會用到不是自己的暴力 而是用群眾對群眾的方法 大家想想721是什麼事 721之前的一個星期是沙田大遊客 我們回頭想想為什麼那個時候 他要這樣做 我只是提出疑問 其實真的沒有答案 不知道幾年之後找到答案 不知幾年之後能夠有大陸的檔案 能夠翻出來 為什麼這個行動要這樣做呢 如果他不是用群眾 鬥群眾的這個方法 現在是動用了這麼多的勢力去做 為什麼呢 在中共的歷史裡 其實以前出名做這些工作 有一個叫何長公 後來負責聯絡黑社會 叫王文芳 文書王文芳先生的粗口 和黑社會是無縫交接的 可以溝通得很好 記得他在新華社的時候 是比較開明的 可以和各界溝通的 但是聽過他說粗口的人 也覺得他很厲害的感染力 和黑社會的溝通 中國一向是有這麼厲害的能力 如果倒過來 在他由黨成立了一路做的工作 他曾經跟很多不同的群眾運動 公開的有工運 有龍運 學運 青運 苦運 不公開的有兵運和匪運 我想說一段是1929年 他們開會議的時候 紅四軍說的 《告六流》 《第興書》 這段其實是看到中共 是怎麼看這些匪幫的 很有趣的字眼 我想讀這段給大家聽 1929年 土豪劣身為你們取了個名字叫土匪 土匪成了極惡劣 最下戰而凶惡的東西 但是共產黨和紅軍 就不以你們為可戶 因為你們和我們 都是沒有田可奸 沒有工可造 沒有衣服穿 沒有飯可吃 沒有屋住的窮朋友 土匪生活 痛苦危險 沒有希望 出路只有一條 就是和紅軍齊心合作 受共產黨指揮 又能夠掌進學得政治軍事的本領 能夠有幫助不治 單獨孤立受壓迫 家裡逐分島田地 最後熱情夠呼喚 第一門快內伯 我們紅軍歡迎你 1929年 這就是中共的特點 中共的黨性就是這樣的 當他穿了西裝 要做紳士的時候 要和國共談判 要拿江山 江山拿到了 但是為什麼到了2019年 本來中共在大陸的管治 大家看到很多新聞 包括戶納的庫主 銀行等方面 為什麼他要把這種毫不掩蓋 搬來香港 香港還是可以賺錢的地方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 怕我們今天是拿不到答案的 我們今天 聚焦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想 覺得是很有意思 來三周聯合反思這件事 我很想用人權新聞掌這個案例 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香港現在近乎 壓著毫升的處境 人權新聞掌我剛才提過 其實它是香港的指標 所有關於香港最重要的新聞 都會由各個傳媒機構 進入了這個人權新聞掌 入圍的就是當年的大事會會 最慘淡的一年 就是去年公民社會 全滅了 就是教協 職工盟 很多幫到群眾的組織 全滅了 四十七日案 在全世界民主國家 初選都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初選會變成罪 怪這些代議事 《蘋果日報》的倒塌 就是活單身 將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媒體掐死它 在座也有一些通宵去排隊 買報紙的朋友 香港人那天 是出來要留一個紀錄 還有《立場新聞》 後來就是《眾新聞》 幾個都是幫市民說話的 《人權新聞》獎 《立場新聞》獲了九個大獎 九個大獎 很多重要項目 他們都做得非常好 《眾新聞》也獲了很多優儀獎 他們做的archive做得非常出色 去年我們好像如常這樣做 我負責四個組別 本來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有些評審已經被拘捕了 包括吳可宜 他是612的董事 拘捕了之後可以補食 另一位叫盧峰 盧峰是《蘋果日報》的英文版總編 就已經被拘捕了到現在還沒出來 評審少了 也有些人不敢做 我就負責多了一些項目 我就是負責紀錄片 短片 多媒體 以及調查報道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那些故事很重要 我想讀幾個獲獎的作品給大家聽 調查報道的大獎 是南加海難死亡報告 2200頁的死亡報告 重新將整件事還原 就是為什麼那個船會倒塌呢 裡面的水閘門是沒有了的 整個報告還原 立場新聞很詳細 Videos和Investigative report 做得非常非常出色 整群人其實是在有線 在港台召集過來的 然後整群人都在那裡做好這個故事 47人案的短片 是大獎假如這時最後的自由 紀錄片是721沉原 多媒體是支聯會的戰役 由支聯會成立到被迫結束 本來有香港記者業會 有國際特赦組織的 國際特赦組織因為安全原因 撤出了香港 香港記者業會不敢做 香港記者業會也做了一個 隨時會倒塌的狀況 做到記協的執位都要預算被拘捕 主席都要預算每朝6時上門要拘捕 剩下外國記者會 外國記者會本來是很厲害的 但是現在換了主席 他既是外國記者會的主席 他亦是港大傳媒研究中心系主任 我們評審就按一般狀況做了一切的程序 然後就有激烈的討論 做了評分 交了上去 過了一個月整件事倒塌了 原來這位 是否有張圖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人權新聞獎的一張圖片 是後來記者寫的 這個報告是鄭詩詩寫的 立場的記者覺得 已經拿了九個獎 忽然倒塌了 要求他簽名 要求他解釋 為何立場會獲得這麼多獎 因為立場的記者 其實是來自幾個撿了一個媒體 包括鏗槍集 趕了那些人走 他們又去了那裏 搬了過去做了721 有先就整班人走了 因為他們有四大天王出現 那些人就不肯做了 去了那裏 然後還有明州的Bubbie專題的編輯 所以為何會獲得獎 其實不是因為立場 是因為人們都趕走了 立場2018年本來要倒閉 只有10個記者 沒有錢 要無捐 2019年大家看到 殺犯修例的 那麼多live 很多人 做得很好 大家的無捐就來了 他有一筆錢之後 他不是用來落袋 當編輯中佩權 就很想做到故事 讓很多好記者進來這個平台做 讓他們很多資源 讓他們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累積出來 就變成人權新聞獎的成果 那些故事的水準是很高的 如果不高的話 評審可以抓到 可以不頒獎 可以重決 但後來的結果是怎樣 獲獎的人還要受到攻擊和侮辱 受到攻擊和侮辱 就是這位主任 和外國記者會的主席 可以讓大家看看下一張圖 當然有很多侮辱性的字眼 下張圖是什麼場合 我覺得很應該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實在太誇張了 主任上了劉慧卿的網台 大家知道劉慧卿是一個政治人物 早年其實他是記者 他是記憲的主席 所以他們做了兩屆 後來從政 他們就很開心 稀笑露馬 將立場獲獎 這件事 好像城中最大的笑話 來嘲笑無用 這是他們嘲笑得最開心 立場獲獎 這麼多獎 這件事 後面更加有一個匪夷所思的對話 就是 主任說 為何我們不能再做 因為那個人是紅獅 然後他就說 原來評審中 有一個人被拘捕 他簡直是一個完美風暴等待著我們 他說的人就是歐加倫 歐加倫 歐加倫其實是在外國記者會的網頁 在前面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其實他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可以說是一個 role model 他的立場是一個義務形式 大家聽到721的影片 他的聲音 其實他做了很多義工的工作 大的團體 小的團體 甚至少許的讀書會 他都願意去 但是明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為了自保 香港到了一個地步 會公然來侮辱一些新聞工作者 當時我也是覺得很難過 所以寫了一篇文 是人權新聞長評審歐加倫 作為認識歐加倫 二十年的舊同事 我覺得要為他討滿公道 要說一些話 但是能夠出來說話的人 越來越少 越來越靜 所以剛才看了影片 看到何桂蘭 我其實很難過 我就在手機裏說我們什麼時候 最後一個對話 何桂蘭在《時代革命》有說話 大家如果有看過這段影片 你看到他很永久 他到現在 運了這麼久 他的Facebook 如果他寫了文章出來 他的朋友幫他鋪 仍然是不言退 他甚至提醒大家 你們是不是忘記了2019年 站出來的初心 是不是所有人已經變了 是不是所有人都走了 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說話 這個就是何桂蘭 我跟他最後一個對話 2020年10月29日 桂蘭問我可不可以幫忙 他當時想寫了一條稿 是關於中大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拼入了圖書館 將會消失的資料 那個USC是研究中國的聖地 麥加雅幾十年的床庫 在西哥書 多與他無關 他都很勇敢 他就問我們消息檔案 當時找資料 有多少的幫助來自這個中心 他提供了什麼原始資料給我們 他想寫這篇文章 當時我們空空不絕 就是在說中心的床庫 他就希望能夠拿到多數的資料 又如何能夠令外面的人 看上來不太高調 高華老師在那裏做了一本 《紅太陽》的書 很多資料 那些人懂得高華 可不可以說一些黎民的例子 這個就是何桂蘭 在那條片裏面 他講黑社會 講香港的處境 講中共 為何要用到這樣來對待香港人 這些說話 一句都殺頭 何況跟美國電視台說 大家想想 他的處境是多麼撞牆 我們香港是有這樣的人 我用少許時間 我想說一下 我們香港傳媒的朋友的處境 《蘋果日報》的幾位高層 就扣押了很久 他們的案件相信很大件事 黎智英先生可能也出不了 戴耀平先生可能也不會再出來了 黃之鋒不知道 這三個人都是被點名的 黃之鋒比較年輕 《蘋果》的高層我不傻 但在2018年3月 我們有機會在那裏做過一個直播 我和他們的團隊和新聞 上上下下有很多合作 我看到他們做事的認真程度 是做到最後一分鐘的 我們的動畫是台灣的動新聞做的 我們做的是還原一些歷史紀錄 我看到他們做事的態度 《立場新聞》被囚的鍾沛權和他另一位接手的林兆童 鍾沛權我認識的 林兆童我完全不認識 甚至他在我的Facebook brand 我也不知道那個是他 但我很想提到這兩位總編輯 因為鍾沛權的太太是陳佩文 就是《蘋果日報》的副社長 他大大被拘捕後 他是721被拘捕的 他就經常要探監 立場有很多捐款 他很想承載著這些捐款 讓香港能夠留到歷史紀錄 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說 歐加倫很想做香港的舊歷史 他很想做這件事 即是我們在討論這件事 他就找了很多資深的 很有魅力的記者進去 各人都做拘捷 他的資源多到什麼地步 是匪夷所思的 我在不同的媒體做過 最後在TVB做過 當時我是可以八個星期 做一個26分鐘的故事 22分半出街 八個星期做一個故事 聽不奢侈嗎 應該很奢侈 但立場有什麼資源 大家知道嗎 南丫海的故事 個人做兩三個月 十個人做包括Graphics 包括記者 大家能否想像 一個傳媒機構 給這樣的資源記者做故事 一個支聯會的故事 給他們很長的時間做 放手做 那些人拼命到 不回家 整班立場的記者都是這樣的 中學權知道要照顧太太之後 不能再跟到這麼多故事 他將他的責任 想交給他的副手 林兆桐 林兆桐是怎樣的呢 大家看到拘捕人的時候 有他的影像 大家搜尋一下看到 他在反修例的時候 全部都回通宵 看著那個Live 後來腎病很嚴重 睡了半年醫院 他很年輕 三十出口 睡了半年醫院 身體很差 他的女兒只有兩歲 他不成功 立場要倒閉 因為每個機構都要找人 準備坐牢 有沒有風險評估 知不知道很危險 知道 但林兆桐就去剔合這個工作 然後就去承傳記者 做了一堆故事出來 那堆故事就是人權新聞獎的奪獎故事 這些故事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我其實就是 之前不知道他們這麼多故事 完了之後 有好朋友告訴我 他們裡面這些承擔責任的人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人權新聞獎整個倒閉之後 我都大病了一場 我都不敢告訴朋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非而所思 倒閉了新聞獎 有什麼這麼近身 你氣一下氣就知道 評審是做了這麼多工作 又擔心 因為有些是在教書 可能教責也受到影響 然後大家都很勞氣 但我的狀況是大病了一場 我想那種傷心是過於語言能夠表達的 這就等於我們這麼努力去做香港的歷史的時候 整個倒閉了 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處境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過的 同溫之聯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我以前從來都回到六四集會 我以前在這裡生活了五年 當我們香港連維園燭光都沒有了 你很感恩 有機會在溫之聯的紀念活動裡 點一個藍燭 很冷那一晚 很多人站在馬路的兩旁 我看到一家四口 帶著幾歲的小朋友站到最後 有外國人 有民運人士 我們連這麼基本的人權 紀念一些受苦手藍的日落 都是這麼難 仍然在溫哥華的 我再回來這裡的時候 我發現這裡的媒體狀況非常惡劣 這裡的大外宣的影響很嚴重 和二十多年前我在工作的時候 完全是兩個世界 我們這裡的兩份主要媒體報章 可以在中共的國慶節 各種恭賀的名單裡面排在後面 媒體可以參加恭賀中國國慶的 真是匪而所思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反面教材 它裡面有沒有故事看呢 有故事看的 不過北美的《明報》 就是篩選到剩下很少的東西 香港的《明報》還可以看的是 星期日的報章 重要的文章在這裡也沒得看的 因為我有訂網上版 所以我又比較 我甚至有一段時間 不斷去比對香港的《明報》 和這裡的《明報》 香港的《明報》 大家經常叫它《日元報》 它的社論和《大公文》會是一樣的 然後它還會在孟晚舟 回去的時候做一個timeline出來 這裡的《明報》把timeline都拿起 還有很多惡劣例子 然後我們在這裡就受這些資訊來餵養 餵養成我們現在的社區裡的狀況 我覺得很對不起香港 很對不起我們本來來的地方 的原居地 所以也是傷心的 所以對不起我有點想起 我們受苦受難的同學和香港的處境 所以我們都很感觸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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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班在這裡的香港人 我們繼續為香港爭取民主志 我們現在還有15分鐘或20分鐘的時間 可以做一個Q&A 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有兩位工人 有名的講者在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想有問題的可以提出 我們有兩位義工 如果你舉手 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咪 但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多些人參與 每個人可以一至兩分鐘 我便會CUT 你了 看看哪位有興趣可以問問題的可以舉手 不會更好 一至兩分鐘的問題 有朋友要打開嗎 那位小姐 不斷? 那一至兩分鐘的問題 請問加拿大的溫哥華西的星島報紙如何? 你剛才說明報,你覺得星島或者任何一個中文的報紙 他們對新聞報道的綜合性,你覺得是哪個? 我不夠全面,但是我看到多倫多的星島有空間 多倫多星島的網上版,有很多重要消息 星島的編輯部在香港,他們的採訪要放在香港編版 所以會滅目全非,但是他們的網上有空間 多倫多星島的電台是離奇地做到很多exclusive的事 包括他訪問周本威,訪問記協主席 但是同樣叫星島的三藩市 就是藍到深藍的,專門做fake news 然後有我們社區著名的梁堅成博士 天天說fake news 他還在這裏的電台,天天在華僑之聲 亂說廢話 那麽愛國又不回到大祖國 又不回到大祖國 屠獨市民 加拿大星島有星島的股權 他有一些空間 但是三藩市的星島為什麽惡劣到這裏程度 他是大外宣的出口,然後倒閥去中國 大星島我看得不夠仔細 因為我平時是網上訂閱名簿 我會買名簿 所以我不敢說本地的星島 但是我偶然看到他有一些exclusive故事 很有心 多倫多的星島比我們好 那麽究竟是掌管意志 還是個別的有心的記者在那裏呢 我不敢說 但是例如這裏的電台電視 是被大外宣的program 整個買起 以為我們身處在大陸的完成 那種水準呢 真是沒得頂 即是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竟然是時光倒流了幾十年 那麽我們究竟在這裏生活 是否就是硬坦的 還是我們乾脆不看中文媒體呢 我還有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想問你剛才說 那些紀錄片拿獎 那些紀錄片沒有了 你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了 即是被人 貼奪了 貼奪了他們的榮譽 本來是在西文自由日頒獎的 做了所有評審的過程 過了一個月 本來宣布他頒獎的時候 外國記者會說 他們遇上不足夠的紅線 要整件事抓到 已經下架了 其實那些拿獎的作用在哪裏呢 其實記者不介意拿不拿獎 我們介意那個好兒子 能不能夠被看見 當那個獎項沒有了的時候 而蘋果下架 立場下架 眾生物關閉了 大家的視線不會見到他們 那就是去年的大事會故 去年就是這麼重要 就是公民社會的全面倒閉 偏偏在這樣的時候 人權新聞獎的作用 他跟其他報業公會在其他獎項 其他獎項有些是唯威的 然後人權新聞獎 有一些媒體不敢投稿 因為他怕這個不安全了 我們投稿 有些變成個人投稿 有各種的情況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阿忠教授有沒有補充 就回到剛才那個朋友 問到那個媒體問題 我自己對北美那個傳媒的狀況 就不太理解 所以就沒有什麼評論的 不過也有一個個人的體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都曾經好幾次 他曾經幫三藩市灣區 青島那個電台 是做一些封煙節目的 就是他有一些節目 講到香港 他有一個人做過職場的回應這樣 那我有幾次 都在過去幾年 就是2019 都有都有 就幫他主義節目的 那打進來那些 他節目形式 有些像香港電台的 那個自由風 自由風 那樣 打進來那些觀眾 很多都是聽眾 很多都是老華僑 我得到的印象就是 這些打進去 在加拿大 就是三藩市灣區 青島電台的老華僑 那些言論 就比起 比起香港的維園阿伯 就真的不枉多樣的 不枉多樣的 那我有一次 我就和一位 曾經在那個電台 做過事情的朋友 聊天 那他就說 其實 因為我在節目裡 我都反駁那些人 他就說你照反駁也可以的 沒問題的 不過你有些事情 如果我們以前在那裡做 我們就不能說的 為什麼呢 他說其實他們的電台 是closely monitor by embassy 就是給中國駐三藩市的 三藩市處緊密地去監察 他們如果在電台裡面 講了一些說話 是比較出位的話 他說差不多 那些說話 那些說話 他們的工程呢 就會收到大使館 打他們的電話 提醒他們的了 所以基本上呢 是不敢越雷遲半步的 而因為這樣的緣故呢 他們那些出街的新聞 或者《星島報紙》 出街的新聞 就正如剛才樂導演所說的 都是一些 就是完全被撿過了 每天就用這些消息 來餵養當地的老華僑 那些老華僑呢 不懂英文 可能很多投入不了當地社區 在一個小圈子裡的生活 天天呢 就是看這些新聞 那會養成一些 比香港維園阿伯 更維園阿伯的一些人 就是這樣解 那我希望在加拿大的朋友 多一些提醒你們的親戚朋友 不要只是看 不要只是給一些 得到大使館 批准的新聞 讓自己的精神生活 變得和一個封閉的世界沒有分別 對 你和我們這裡的AM13201 就跟我們說 你什麼說 那位 我想問一下 鍾教授 香港現在的情況這麼差 但是香港民意研究社 最近的民調 那些高官啊 香港政府啊 的認受性反彈得都很明 那你怎麼演繹這個見果呢 我現在就離開了香港 我現在就離開了香港了 我就沒有再在民意研究所工作 我只是他們其中一個項目的 顧鄭明義總監 我才能這麼說 這個其實我們預料了 為什麼預料了呢 其實在民意研究裡面 有一個很慣常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說 當你那個民情去到極端 極端好 極端差 那如果那個狀況是持續的話 在公眾心態上面 慢慢就會接受了那個處境 以當時他們所面對的處境 作為一個參考標準 那那個民意調查 就會從一個極端 就向中間線去回歸的 我們叫這個現象 叫做regression to the medium 那民意調查 就一定有這個現象出現 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當香港人 在過去幾年 是沒有了一些 蘋果啊 立場啊 眾新聞啊 這些膨脹 你現在看到的 在香港 你看到今年 721不是問題來的啊 德信報做了很簡單的跟進 是吧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或者你慢慢不留意的話 你就會忘記這件事 那你在香港幾年 就是連反罪派 就是民主派議員沒有了 坐了監 那做成結果 慢慢的人就 就是 開始適應 然後 也都以這種 這種不正常的狀態 變成了常態 以這個這樣的常態去評價 我們現在面對的環境 我們就說這個呢 就令到我們的民意調查結果 有一種所謂 regression to the medium的趨勢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趨勢 要看下去 因為 過去幾年的事 香港人都很深刻的 那現在有很多人走了 離開了香港 那但是我相信 也有暴行的市民 其實確實是在 就是現在這個處境下 覺得接受調查 也有危險 比如最簡單 剛剛在六月做的 六四周年調查 每年都做的 那麼多年來呢 雖然現在的調查結果 都是認為 北京當局要負更大的責任 比較多 但是呢 都已經答應了 那就是最大的分別 和國和國的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 今年在調查過程裡面 表示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你覺得 你覺得 毒涉事件誰應該多負責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問了三十年 但是今年 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接近三成的避訪者 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也值得留意 好 還有沒有 我還可以問兩個問題 有沒有人 還想問問題 這位先生 其實不是有問題 不過我想有些事情 和大家分享 就是 在過去的片段裡面 我們看到 元朗警署落閘 八鄉警署 批所謂警署都落閘 八鄉警署的李漢民 總督察帶來的時候 看不到標 其實有一個 另一個警方的力量 就是鐵路警區 他其實有警察駐站 每個車站都有警察駐站 當晚他的警察駐站 躲在他自己的警察房裡 不出來 而他們的警察控制中心 亦都有同一套的閉路電視 可以看到車站裡面的情況 即是說他每個市民被人打 是混亂的 他完全是掌握的 只不過是有作為地出現的 謝謝 謝謝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機會 還有一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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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說 現在中國共產黨影響的勢力 並不僅僅影響到中文的全部 加拿大主流社會也有影響 包括我們的政派 特別是華裔的政派 所以我可不可以說名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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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 在這裡的情況下 一定要積極撐社會 即是不只是看GPB 不只是看明報告 不只是看星島 要知道主流社會的資訊 我只是想說這一點 謝謝 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系 我們要做一個總結 給阿鍾教授 因為去那一邊是很早了 哈哈 做成果 或者中間就做個兩分鐘 或者兩分鐘好嗎 不好意思 我還是再一次多謝主辦單位 舉辦這個活動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禮塞求諸野 就是今時今日香港社會 我作為一個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人 感到傷子難過的 我希望 去哪裏都好 所有以香港為家 以香港人身份為念的朋友 不要忘記香港 繼續關心香港 要記住很多香港人 在過去幾年 因為各種理由 就是 身陷另雨 剛才羅導演說到 戴耀廷 黎智英這些 可能長時間出不來 還有很多人受到打壓 受到迫害 那我覺得 香港為什麽會搞成這樣呢 一方面 固自然是北京對香港長期政策的錯誤 第二呢 也都涉及這個政權的本質 也都香港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進結式的人物 適時無 你看回我們現在這位最新的律政司長說什麽 就是 他曾經是律政精英來的 但是今時今日 就是 竟然用那些散仔的邏輯 打一份工而已 做什麽都可以的 這些邏輯 那我希望 就是 我仍然都有相當多香港的朋友 保持著聯絡的 就是我知道他們 在香港 他們又不走 挖手不倒 但是呢 對於香港的情況 相當之憂慮 也相當之憤怒 有些人他們已經沒有失去了 表述的平台 他們很希望 有更加多人能夠明白他們 將他們的心聲傳播 我希望大家 在海外 繼續關心香港 不要因為時間 而淡忘香港 希望這類活動 可以連連搞 繼續搞下去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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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做到很惡劣的對待 如果沒有法庭記者 就是整個資訊是沒有了 看一看網頁 支持他們 他們現在的支援不夠 他們每天都好 勤力去跑不同的地方 不知道做多久 另外就是 黑槍集團隊 由他們的監製李賢哲和同事 去了英國 繼續在拍一些故事 平台叫做綠豆 大家去留意 如果可以的話 去支援他們 香港的獨立記者 蘋果的 做A1的 以前做A1的 也叫陳國明 記者陳國明 國字是有金字編 陳國明 做很多很重要的報道 做得很辛苦 他每天都在下面寫 沒有了蘋果第幾天 沒有了《立場新聞》幾天 每天都在寫 另外有一位記者 是梁家麗 梁家麗是人房記者 他做很多手足的專訪 受騷擾的 是每次不用不做的 每一次做故事 每一次做到專訪 馬上要銷毀的資料 這樣做 香港的記者 有一群人 每天都六點鐘 有人on duty 看看今天有沒有抓人 抓人的時候 就用律師去支援 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的狀況 on duty 記協主席陳朗星 看起來 你 記不記得 他沒有看到 你 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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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相信 你 看起來 你 看起來 我沒有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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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要不要緊 你 看起來 你 看起來 請後面那兩張圖給大家看看 不要來那裏了 開圖了 出不出寶 她是聲譽自己聽 我們後來再說 這是我去年的日記寶 然後下一頁就是我抄下來 認為很重要的東西 我想借今天的場合來和大家分享 當時十二人就在大陸 所以就做了一個交片 bring them back 朋友帶過來 旁邊其實是我當時覺得很有心的感觸 抄下來的東西 是一首1940年的詩 《這是人們會雪起的一年》 《這是人們會雪起的一年》 《這是人們雪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著年輕人死去》 《傻瓜看著聰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產》 《他吞誓》 《天空不下雨 只下鐵》 是感慨我們失去很多優秀的年輕人 確實就是這樣 仍然發生著 仍然在拘捕人 去接逢人 下面的段落是一位很優秀的記者 看完《李大圍城》之後寫的一篇長文章 《當我們被圍困》 更加要相信自由必章釋放 《她是鄭美芝》 《她是鄭美芝》 《那裡缺少的就在那裡部長》 我作為黎薩港人 或者老華僑不是這樣去認為自己的角色 我作為加拿大人 再回來這個地方 我的心很記掛著很受苦難的香港 我記得我這種狀態 碰到舊朋友的被人罵了一陣 因為我98年到200年 監製過兩個系列 一個是風雲我 一個是助漢雲喜倩 風雲波在林思齊省督還在的時候 我們也鼓勵大家斬了一條橋去 完全看著我們加拿大的歷史 看著我們以前的不平等對待 和我們怎樣身處這個地方 再和雲喜倩說其他族裔故事 但再回來的時候 我每天思念的是香港 我當然關心本地的政治 關心這裡發生的其他事情 但是香港太困難了 困難得太重要了 以至於不能忘記 我們這麼親愛的朋友 或者我們的城市被摧毀的座房 所以最後這段 就是美知的說明 我也想做給大家 就像首長的新零線 無論我們去了多遠 有多近 其實我們也是連在一起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好多謝大家今天來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多謝各位來參加今天的座報 其實721的事件 只要我們的香港人很無奈 正義不可以伸張 我們身處海外的香港人 已經可以幫到香港 很多人都經常問我 但我也是那句 我們應該除了關注香港 我們應該在海外做多些事 是積極些 為香港不可以發聲的人發聲 很簡單 我真的很佩服我老公 他去到每個地方 看到一位外籍人士 不認識人士 就問人哪裡來的 那人當然問他哪裡來的 他就說 我去香港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去香港 通常對方都會說 香港現在很差 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很大段話 整個半個小時的事 告訴你香港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 你一個人驚訝 逗亂在哪裡 身上買東西 他都可以過一大路的 那我要拔他走他才離開 那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我們海外的人都可以做 另外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的就是 去關注加拿大的事務 因為如果你要聽別人說 別人尊重你 是因為看你做了多少事 如果你是投身 在加拿大的community 是做義工 那樣 你去說的話 你的口說的話 是大聲一點的 但如果你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這樣跟別人說 別人不會聽你的說 還有這件事就是 去參加政治 不是叫你去選 不是叫你去選 不是叫你選議員 或者選黨令 是希望你可以參加選舉的 或者做義工 你可以直接接觸到 那些議員 或者是省議員 Federal MP 直接跟他們說 你在做義工的時候 他會特別聽你的說話 因為你在幫他 最後 最容易做的就是 要投你神聖一票 你的票很重要 當他們有選舉的時候 你去選舉的時候 他又會聽你的說話 所以選舉是最重 我們在海外的團體去做Lobby Election那一年 我們是特別辛苦的 希望可以接觸到多些Candidate 跟他們說我們香港發生的事 這件事我想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建立我們香港人的社區 我們要建立我們香港人的identity 我們的身份 還要將歷史 盛傳歷史的真相傳下去 無論是六四 六一二 七二一 八三一 這些歷史 這麼重要的歷史 我們希望你可以告訴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孫子 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維持我們的廣東話 或者我們可以說香港話 因為很多人都糾正我 因為香港人的廣東話 是不同於其他地方的香港 那些廣東話的 所以 我們經歷你們的孫子 和你們的兒子 講了廣東話 或者是香港話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 多謝大家的光臨 一樣很重要 我們香港人在這裏 我們是不角質 不分化 我們要團結所有的香港人 多謝各位 最後呢 就是要做我們的網絡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IG 團隊 因為大家聽說 阿羅都說過 我們是想 激動示威 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你說兩三天之前 好像說我們六一二那次 六月九號 做過示威熱活動 我們做完六四之後 六四三十多年 我們兩天 我們可以搞定了 出去做示威的活動 但是做一些這樣的活動 我們是 都做過 但是就少了一些 和現在的IT的技術 又不同了 我們都做到 多謝了 多謝各位 晚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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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